大家好 我今天就來介紹一下 三國治十四的一些技巧 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不知道 所以我今天就來介紹一下 對於那些不知道的朋友 看完這個影片之後 對你玩三國治十四一定會有幫助 首先我先來介紹這個 戰法強攻 這個強攻的戰法 很早就可能很早就你就會搜尋到了 但是沒有辦法學習 很多人有一些人不知道要怎麼學習 首先要從施政 施政這裡 這個培育水軍 培育水軍死的時候就可以學習了 這樣剛好死 培育水軍死了 這樣就可以學習強攻了 用好施政之後要等下一回合 才會生效喔 如果 但是如果你 一開始 玩的時候不是玩孫犬的話 培育水軍要死 可能比較困難 這樣就可以學習強攻了喔 這樣就可以學習強攻了 當你在海上作戰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切換強攻的戰法 還有驅逐 還有劍魚 等你在水上的時候就會自動切換了 接下來介紹 自己提升武將的統帥 還有真摯力 這個可以自己手動提升喔 不用出去 不用出去 不用出去戰爭 爭戰也可以提升統帥 首先 先派一個出去建造 建造可以提升政治力 建造10強好了 建造10強 這樣可以提升政治力 這樣就可以一直提升政治力 但是需要一些金錢喔 如果你有多的金錢 還有軍糧的話 就可以這樣做 再來派一個 帶工程器出去打10強 這樣可以一直提升統帥喔 這樣你的將領也可以成為一流的將領 如果你玩的不是曹操孫泉跟劉備的話 你手中就沒有一流的將領了 如果有多的軍錢跟軍糧就可以這樣做 讓你的將領也可以成為一流的 提升統帥 可以一直這樣提升統帥 提升統帥 提升政治力 如果要提升武力的話 要單挑 如果要提升統帥 就是要派兵出去 出去征戰啊 或者是打成啊 這樣才可以提升統帥 用這個方法就可以一直提升 武將的統帥 又不用浪費士兵 但是啊 會浪費金錢和軍糧 建造10強比較快 可以一次建一排 可以一次建一排 而且這個10強啊 建造好之後 就等於是中立的 自己可以打 如果你建別的建築 像是建那個鎮啊 要塞啊 鎮啊 那個啊 自己就不能攻擊 這個10強建好之後 就是中立的 自己可以去攻擊 所以我建造10強 這個 這個叫做打木樁 派武將去打木樁 就可以提升統帥 這個對於 對於那一些 沒有 沒有一流降臨的 君主來說 這個方法很好用喔 如果你玩的不是 劉沸孫泉跟曹操的話 這個方法就很好用了 可以讓你的武將變成一流的降臨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我之前介紹的影片沒有用這個方法 是因為 要節省影片的時間啊 節省大家觀看的時間 所以我之前的影片都沒有用這個方法 可以一直提升統帥喔 現在曹操來打我 可以不用理他啦 因為我 我現在是要介紹大家一些 技巧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 都市規模 都市規模 提升都市規模的好處就是 可以放多一點士兵啊 多一點金錢 多一點軍糧 在前線也是很好用喔 像這個襄陽 你看左邊這邊 商業農業兵營的總和 3加3加3加3等於9 襄陽現在是大都市啊 分別就是6、9、12 中、大、巨大 啊這個 它的總和就是襄陽這個都市的總和喔 不是旁邊那個部落 是襄陽這個都市的總和 如果你想 提升都市規模的話 就要派政治力最高的 或者是有振興個性的 來開發這個都市喔 這樣會比較快 這個圖表可以讓你很清楚的看到 提升都市規模的條件啊 還有可以容納多少士兵 可以容納多少錢糧 不然你到了上線的時候 就不能再增加士兵了 也不能再增加錢糧了 所以說 提升都市規模也是很重要的喔 你可以參考看看 接下來介紹 如何 讓武將出征的時候 攜帶你想要的戰法 因為武將出征的時候 只能帶三個戰法 我現在就以趙雲為例 趙雲有學習阿修羅陣啊 可是 他出征的時候 不會自動攜帶阿修羅陣 需要手動選擇 這樣 這樣是挺麻煩的啦 常常都忘記換了 所以我們可以把阿修羅陣 改成 他出征時就會攜帶的戰法 這樣就會方便很多喔 一個武將最多可以學習十個戰法 首先 我們先來學習戰法 學習戰法 學習一些沒有用的戰法 就是學習一些 他不會自動攜帶的戰法 像是 這個趙雲阿 剛剛 他會自動攜帶那個突擊阿 我們可以把突擊 換成 不會自動攜帶的戰法 像這個肌粒阿 肌粒他不會 不會排在前面的那一種戰法 這樣 阿修羅陣就會自動攜帶了 這樣就方便很多喔 這樣就方便很多喔 不然有時候連我都會忘記了 學習那一些 不會排在前面的 他不會自動攜帶 排在前面的那一種戰法 像是 那個 那個 集洗阿 集洗也會喔 集洗他也會排在前面 集洗還有突擊阿 有沒有 他就會排在前面了 所以我們可以把 我們要把那個 他會自動攜帶 排在前面的那一種戰法 把它換掉 換那一些不會自動攜帶的那一種戰法 像是大賀阿 紙布阿 還有挑釁 這樣他出針就不會自己攜帶了 這樣就方便很多喔 我目前只知道這個方法 如果你有更好用更方便的方法 也麻煩你 留言分享一下喔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 外國技術 三國之十四的外國技術 首先 先來介紹特使 還有祥島 祥島 祥島 祥島可以減少十天 就是可以減少天數十天 但是阿 如果你選擇祥島 在選擇沒有祥島的武將 的話阿 他會以 以最多天數的為準喔 最多天數的 像這樣還是96天 這樣86天 如果你在選擇沒有祥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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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以 他會以最多天數的為準喔 最多天數的 像這樣還是96天 你選擇的祥島還是96天啊 所以阿 如果你要用祥島的話 就不要再選擇沒有祥島的武將 不然他不會發揮作用喔 因為他是以 最多天數的為準 再來介紹特使 特使就是增加 好感度 增加友好度啦 但是特使 特使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 可以 不用五個都有特使也沒關係 不用五個都有特使 你可以選擇 選擇你想要的阿 只要有特使 一個好像是增加 增加死的友好度 多一個特使就是增加死的友好度 這個就是特使跟祥島 這個就是特使跟祥島 這個圖表阿 可以讓你很清楚的看到 跟外國交易 有哪一些技術阿 還有哪一些功能 可以讓你了解一下有哪一些功能 另外還有一點 派出去交易的武將阿 他回來的時候 會回到君主的城池喔 會回到君主的所在城池 所以阿 君主最好移到 移到附近的城 這樣 這樣交易的武將來回會比較快 這個 你可以參考一下 把君主移到 看你要跟哪一國交易 移到那一國比較近的都市 這樣來回就會比較快喔 以上就是我知道的一些小技巧 希望對你玩三國之十四有幫助喔 如果你有發現好用的技巧的話 也請你留言分享一下 在這裡先謝謝你了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或者你有什麼意見 歡迎留言討論喔 那我就先介紹到這裡了 謝謝你的收看 謝謝 謝謝 老師 請你留言討論 在這裡 聲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